加州公路巡警 凯勒一手拿着毛笔 在同学指导下一笔一画 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 他写完四个字后 叹了一口气 中文真的很难 他表示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痕一束 加起来居然是一个字 日前的活动 来自OWL交流营的认真 教导加州公路巡警 写毛笔字 认真先写个生日 凯勒在旁边的指导下一笔一画跟着写 认真再写快乐 凯勒又一边认真认真看 拿着毛笔的字也在空中笔画的 试着书写 慢慢将字写在纸上 认真说 教警员写字的感觉很奇怪 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们可以教美国人写书法 警员亲切的态度令他印象深刻 他说 我对美国警员的印象完全改观 警员凯勒表示 认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一笔一画教他写中文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凯勒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写中文 写中文比较像是画画 想不到一文一数都有它的意义 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才知道 原来毛笔写字用力一点 线条就粗一点 跟一般用的笔 甚至是英文字都不一样 他表示 原来看毛笔字 也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个性 他觉得这是一次 非常有趣的经验 那么感谢 字幕志愿者都是一易研究的 还是来到 继续的研究 结果 感谢观看